大家好,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游祥婷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行政院长林全与台北市长柯文哲 出席社区整体照顾服务系统挂牌典礼 柯文哲考虑将先前取消了重阳敬老金 谋作长照试断经费 新北市如州区一家文教机构 将于12月25号举办第二届建中杯三对三篮球赛 希望学生在课业压力之余也能享受运动的乐趣 武老基金会连续6年和台北市联谊阳明院区合作 设计营养年菜帮长辈围固 由于认购情况不如预期 基金会呼吁大家踊跃捐款 政府推动长照2.0即将在明年初上路 行政院长林全与台北市长柯文哲 共同出席台北市社区整体照顾服务系统挂牌典礼 也视察台大北护分院长照中心 对于外界关注裁员 行政院长表示已经编列初期预算 但长期推动还是要取得指定用途税收 柯文哲也回应考虑将先前取消发放的重阳敬老金作为长照事半经费 行政院长林全跟台北市长柯文哲跟着长照中心的阿公阿嬷来断建口操 还充当送餐志工 以行动跟全国宣告 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式长照2.0服务体系 开始倒数计时 请接台 台北市长照2.0将以万华区作为首坡市半区 希望透过ABC模组的服务方式 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社区到机构市 照顾的多元连续服务 不过外界最关注的还是钱从哪里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透过长照法的修法 能够取得一些税收指定用途的税收 因为大量的裁员不可能靠预算来编列 一定要有指定税收 这个指定税收部分呢 这个长照法目前已经在立法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样的法案 能够让我们的长照问题能够上路 要朝这个税捐 烟捐跟所谓的遗产税来找裁员 你这边觉得这个可行吗 我跟你说 其实更难的是 要找出模式 最有效率的模式 所以台北市反正就先做 先跑 林全表示 目前已编列出其预算 但中央不希望长照裁员 带给地方政府压力 柯文哲则考虑将先前取消 发放的重阳敬老金 作为长照事办经费 对长照推动充满信心 本来就有挪了一些钱在准备 所以我们相对于其他县市 不会说因为没有钱 然后就还要找钱 然后去推展 遭到阻碍 台北市应该会推得比较顺利 比较快 从阳敬老金那个钱 我们已经我们都准备了 所以已经至少我们 其他县市还在找钱 至少我们钱都已经准备好 目前台北市总共有四个整合服务据点 市府强调大约四个月后 会有第一阶段的报告 要推广长照 市府也认为 应该要先找出最有效的资源整合方式 才能事半功倍 记者顾参永 采放不倒 台北市政府在104年7月 设立道馆中心 成功解决道路重复挖补问题 也提高交通基础建设效益 为市府举办成果说明会 包括申请施工整合率近7成 里长满意度高达8成4 前市道馆中心成立一年半 已经逐渐看到成效 去年7月1号成立的台北市道馆中心 运作一年半以来成效良好 为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 对外说明施政成果 其中道路施工申请整合率将近7成 即时饮效回传率更是高达99.9% 几乎满分 我们也运用了一些智慧科技的一个功能 包括我们的GPS的定位 包括我们即时设计的回传 等等我们透过这些运作 让我们的施工的品质 可以由监控室这边 他们管理单位自己的人员 就可以长期的去监控 此外道馆中心也针对全台北市 12个行政区里长进行满意度调查 高达8成以上认为中心成立后 能有效改善道路频繁施工问题 一般民众对于住家附近道路品质 也有7成表示满意 副市长林清荣特别来道馆中心现场视察 继续同仁继续打拼 6个行政区务必要在老旧的市区 因为这关系到城市的安全 所以6个行政区务必达标 3D管线能够全部建筑起来 然后我们也迈向2018年 把所有的3D管线 70%在2018年里面打下 我想那个城市会更趋势 会更安全 道馆中心预计在明年 将把路宽15公尺以上的天空横跃揽 清整下地59% 还会逐步建制缆线管路共用人孔计划 要继续为市民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 北部大台北数位新闻 牛祥亭采访报导 新北市议员陈宜军 积极推动参与式预算 特别提拨106年度 议员建议款中的500万 提供大兴电5个区的居民提案投票 落实民众自觉的理念 也让大家对于今年兴起的参与式预算更有感 新北市议员陈宜军一边介绍出席人士 一边与大家致谢 因为新北市府各局处的官员 特别出席陈宜军议员办公处举办的 新店参与式预算提案内容协调会 希望能协助大新店地区的发展 提案期的时候 我们大概已经现在目前是做到70几案了 72案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现在开始 就是先去解决 可以解决的 那如果不行解决的 就是明年的预算案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这个审议审查会 然后向各局处来回答我们 然后评估说 这个是有没有公众性的 可以马上做 或是说他不行做 那是不是我们去用 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成情人 他不是提案人就变成情人了 解决他们的问题 思议念着简报上的提案 这些经过专业人士指导而提出的企划 希望经过各局处的初步协调 能够成功进入争取预算阶段 特别的是 就连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局长赖金河 也亲自到场听取意见 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亲自来参加 就是说这种方式真的是很另类 而且认为是必要走的 因为这样我们除了在议会听到各种议案之外 由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学校当地的社团提出来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听到它的需求 然后透过这种参与的过程当中 那公民的意识会越来越高 有时候很多民众就是他会反映说 我去找你去到三天你都没要到走 没要到走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有一些门槛 他比如说他跟私人的事情了 你没有办法用公众的金钱去帮他处理 所以经过这个审议之后再回去跟他讲说 因为这个审查会告诉我们说你这个没有公众性 然后就有一个拒绝的正当性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缓冲 大兴殿地区的居民经过多次参与式预算的说明会 已经赔离课程以公众利益为导向 提出包括教育类 文化类 社福类等11类企划案 希望在民意代表的媒介下 从议员提拨建议款中的500万经费 透过居民提案投票 达到参与式预算的真正目的 海坡大代表输会新闻草灯华采访报道 配合新北欢乐夜赞成 新北市玩具银行特别在板桥玩具窝 举办玩具换换爱活动 希望小朋友能将功能玩好的玩具 在每周三周六上午带牢玩具窝来交换 与大家一起分享玩乐 找到自己喜欢的玩具 小朋友开心的把玩起来 享受玩具世界的乐趣 新北市玩具银行之前在板桥玩具窝 举办玩具欢欢爱活动 邀请小朋友在欢乐夜赞节的气氛下 一起分享交换玩具 同时也邀请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驻扎 提供专业的引导服务 玩具图书馆协会的叶国方理事长 还有梁林督导 谢谢他们愿意来我们新北市驻扎 然后来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因为他们是全国知名的服务 那我们也运用了这样一个公共回馈的空间 这是一个企业公共回馈的空间 然后这么好的场地让大家一起来玩 那么在十二月呢 我们就启动了所谓的玩具欢欢爱的这样的活动 那希望很多的家长可以带孩子们来 那我们也希望有各自的时段 给我们一些发展迟缓的一些儿童 让他们运用符具提供更多用的刺激 未来他们能够走得更好 和人生可以更幸福美满 为了响应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台北市东北私职会 及进华城私职会 也分别捐出五万元 让玩具银行可添购更多元的疗愈玩具 帮助弱势家庭孩童快乐成长 非常感谢新北市社会局给我们东北市职会 这么机会来善尽关怀弱势的社会责任 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快乐 得到美好的童年 玩具欢欢爱活动从即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号 每周三级周六上午开放交换 社会局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共同参与 享受亲子甜蜜时光 玩具欢欢爱活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后 致力推动田园城市政策 从各区里到学校 处处可见民众乐当城市农夫 教育局也举行小小神农在我家决赛 选出十五间高中职以下 推广田园城市成效良好的学校 希望能将环保教育的理念向下扎根 来到合体国小 台北市长柯文哲仔细聆听小学生介绍 学校环境跟生态特色 还品尝蔬果与美食 原来今天现场不论是吃的喝的 从栽种到采收 全都是学生们一手包办 接下来登场的才是重头戏 来自各校的同学 拿出成品跟市长秀创意 不管是萝卜 红菜 丝瓜还是落神花 都让人看得目不暇己 他把我们把这个环保的教育 全部都带进来 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以前很常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小朋友 在种菜当中 其实很多好处 第一个也是个生态教育 另外一个是生活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种菜不会一个人种 然后大家要一起种 然后还要问人家 最后还要一起收割 一起煮菜 吃完后还要洗碗 所以实际上这也是生活教育 还有生命教育 由台北市教育局主办的 小小神龙在我家决赛颁奖 按照各校小田园基地的特色课程 经营状况 雨水回收系统 跟落叶堆肥设施等等标准 共有多达265所高中以下的学校参与 师傅也希望让学生 从种菜过程当中 更能体会环境跟生命教育的意义 也更懂得感恩习物的道理 记者顾参永 蔡梦导 广告回来告诉您 长期推广插花艺术的 新北市花艺协会 目前正在三重社交馆举办花艺展 展出学员们50件精彩作品 三重区长刘来通 欢迎对花艺有兴趣的民众 踊跃前往参观学习 当我们同在一起 分享幸福更easy 善用3C 幸福3T 教育部关心您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北市卢州区一家教学 吸引的文教机构 为了鼓励学生动健康 12月25号将在 卢州国民运动中心 举办第二届 建中杯三对三篮球赛 希望学生在课业压力之余 也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 希望说学生可以在念书功课压力之余 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兴趣 可以增进他们的健康 让他们可以有这个习惯 所以说我们扩大举办之后 这次的比赛其实规模非常大 包括有九个学校来自板桥区 还有这个新庄区 还有甚至到西坤那边都有学生过来报名比赛 我们小时候希望我们的老师可以是什么样子 可以办什么活动 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 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老师 所以我小时候很喜欢打球 我就很希望说如果有补习班可以每次都办篮球比赛给我们打 然后而且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就是跟自己的同学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所以我长大之后也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把我小时候的梦想然后现在自己来实现它而已 问那家篮球 看到补习班有办这种活动我也很开心 也很讶异 希望大家可以来挑战拿丰厚的奖金奖品 有别于一般填鸭式的教学 这家有一群年轻老师所设立的文教机构 把在台北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芦州 除了多元活泼的教学外 也举办各类的活动 希望学生能自主性的快乐学习 其实芦州这边的补习班 大多还是比较走传统的教学方式 比较重填压 然后比较重这个成绩上的训练 那比较严格 但我们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在外面的这种 这个比较活泼生动的教学方法带来 如多这个地方把它复制过来 用比较 用学习上 让可以让他们学习上比较更多的自主性 这场寓教于乐的篮球赛 除了寄出丰厚的奖金 也有圣诞礼物可拿 从即日起到12月22号受礼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国中小学生踊跃参与 用运动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凯博大台北十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为了关怀育成基金会的身杖朋友 有一群热鞋亲员组成的志工团 不仅上街头募款 60位志工还特别到新北市卢州区 陪伴庇护工厂的憨儿们提前欢度夜诞节 希望借由这项活动 让更多人响应老憨儿幸福家园计划 身心障碍的老憨儿 在志工的协助下完成作品 各个露出开心的笑容 气氛相当温馨 为了关怀育成基金会的身杖朋友 有一群热血青年所组成的 全丰盛LA93志工团 不仅上街头募款 60位志工 还特别到卢州 陪伴庇护工厂的憨儿们 提前欢度耶诞节 因缘机会我们认识了 育成基金会的这群可爱的孩子 那他们其实都很善良 然后很希望跟大家交朋友 所以我们用一个陪伴 而不是同情的角度 去跟他们一起提前共度夜诞节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小小的一份力量 去改变社会 然后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 也是一个有爱的社会 然后去影响他们这些憨恶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跟热情 这群爱心志工在短短两周内 就募集了50万元 并全数捐给育成基金会 希望育成能照顾更多老憨儿 给他们一个幸福中老的家园 我们目前照顾了600多个孩子当中 其实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迈向老化 那未来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幸福的家园 那尤其呢我们在第一个服务的起点 和平发展中心急需要找一个重建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好几年的计划 可是还是很感动 有这样的志工团体的发起 他们也承诺愿意呢 把这样的爱心传播下去 希望呢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可以很顺利的来募集一些资源 能够给老汉儿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 志工团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引发社会共鸣 让更多人响应老汉儿幸福家园计划 让老汉儿在医疗及生活上 都能获得更好的协助 同时也减轻老父母 长期沉重的身心负担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长期关怀独居长辈的老五老基金会 连续六年和台北市立联姻 阳明院区合作 设计专属营养年菜 要帮老人家围炉 因为经济不景气 认购情况远不如预期 距离春节只剩一个多月 基金会特别加强宣导 呼吁大家踊跃捐款 白袍医师不看诊 化身为大厨 送上一道道可口佳肴 要帮独居长辈们围炉 这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阳明院区营养师 精心设计的年菜菜单 不但营养均衡 还考量长辈们的咀嚼能力 色香味十足 每一份都是经过精心设计 包括你的卡路里 包括你的滴油 包括减盐等等 每一道菜其实都是希望 它升值在每一位 长者的心里面 老五老基金会连续六年 和阳明院区合作 设计专属营养年菜 让志工在小年夜当天 把新鲜现做的佳肴 送到独居长辈家里 要让他们在寒冬里 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年菜的特色就是 强调现煮的年菜 我们11年来 其实都没有送过冷冬年菜 所以他一定要在同一天里面 把这个年菜送出去 那我们会在小年夜当天的中午 那早上可能有各个厨房 那包含了我们联合医院 这边一起就是开始来煮 这样子的年菜 虽然经济不景气 目前捐款累计金额还不到一成 但基金会呼吁大家 只要捐款999 就能帮助长辈享受热腾腾的年菜 让爱心不打烊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亭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古堡家商 日前在全国技艺竞赛中 击败群雄大方应彩 荣获三座金手奖 两座优胜奖 其中烘焙组更拿下全国第一 让全校师生都予有荣烟 古堡家商董事长苏梅如 一一颁发奖励金 鼓励获奖学生未效争光 气氛相当温馨 古堡家商日前在全国技艺竞赛中 击败群雄大方应彩 荣获三座金手奖 两座优胜奖的佳机 其中烘焙组更拿下全国第一 让全校师生都予有荣烟 我们近年参加商业类基金赛 跟家事类基金赛 总共获得三座金手奖 两座优胜 那其中金手奖烘焙 还荣获全国第一名 那不管是优胜或金手奖 我们对于学生的 技职教育的培养方面 我们都不遗余力 有实力再加上你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成功不是偶然 当然也不是必然 所以非常感谢这些学生 跟老师们所带给学校的荣誉 受过专业翻糖 及捏速训练的陈维祥同学 不仅能做出各种 微妙微笑的艺术蛋糕 这次也以美味的艾克力泡芙 征服评审的味蕾 勇夺全国第一 虽然在准备的过程中相当艰辛 但能获奖 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得到这个全国第一 我觉得很值得 对啊 就是说 我之前的努力 然后都在比赛展现出来 另外 中山烹饪组的洪俊威 及文书处理的江子玲 也分别获得金手奖的苏龙 而网页设计组的邱小琴 和梅法组的陈湘文 则获得优胜的佳机 每位获奖学生 都很感谢学校及老师的用心 让他们能昂首阔步 迎向美好的未来 凯博大台北苏维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叶旦节的脚步近了 在台北街头 许多地方都可以借到 浓浓叶旦气氛的装置造景 像是在台北市大安区郑生里 里长陈秀兰就与志工团队合作 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出口附近 运用应景的圣诞红美化环境 不但赏心悦目 也让人仿佛置身在 巴黎香榭大道的浪漫 最近许多民众出了 捷运国父纪念馆站 第一眼望见的 不只是车水马龙 而是一整片在树荫下 摇曳深姿的美丽亮点 现在是圣诞红时间 哇 看起来太好了 我的那个小舅子的感觉 好像来到欧洲 平常的时间 如果你们觉得说 不想跟人挤人的话 平常的时间来 我想也是一种 闹钟取静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点 停车场周围 行道树底下 只要是经过的民众 都很难不注意到 它的存在 原来这是大安区 郑生里里长陈秀兰的idea 除了是不同环境 将圣诞红盆景 做不同的造型变化 里长还特别在 其中几个点 外围圈上火辣的圣诞红 忠心撒上波斯菊种子 期待成长茁壮 下雨天的时候 来种花 只是会淋着满身雨 可是心情上 也是很开心 因为能够让整个社区 更绿意昂然 然后有红花绿月 看起来会更有朝气 更漂亮 架设那个 自动式的定时的 喷洒的那个 喷头水处 所以它适时的 在某一个时间 它就会喷洒这些花木 从忠孝东路口的 桥安地下停车场 沿着光复南路 走到仁岸路口 处处可以看到 圣诞红的踪影 而除了视野 容易留意 主要干道的美化 后巷也被里长 清理得干干净净 一进巷口 甚至可以直接看到 巷尾的车来人往 让后巷 摆脱脏乱的代名词 记者顾餐友 蔡宝宝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凯博 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文化部指导 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 主办的社区营造 网络影音 平台营运推广计划 首支为电影 家世抑郁推出后 广受好评 第二支永不落幕为电影 叙述化电影看板的老画匠 坚持看守《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 欢迎民众透过YouTube岛屿的光影频道点阅收看 从社区故事看见真台湾 这是南美馆推出的首支为电影 家世抑郁 内容重现国共抗战期间 天缅郭军在强连弹雨中生活的恐惧 以及在他乡建立新家园时 碰上了文化冲突与艰辛 这支影片持续在YouTube的岛屿的光影频道热播 相当获得好评 我就是看了家世抑郁微电影之后 才知道原来社区有这么感人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是岛屿的光影这个平台非常棒 那能够让我就是更了解各社区的人文故事 所以我非常期待下一集的演出播出这样子 南美馆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 营运推广计划 共制播12支为电影 将以不同故事风格呈现 12月15号推出第二部影片 永不落幕 期盼再引起热烈回响 我们的第二支片子永不落幕 谈的是社区跟彩绘的问题 将会在12月15号来上档播映 永不落幕叙述的是一段负责画电影刊版的老画匠 坚持看守废弃戏院的感人故事 内容加入近年台湾社区新奇的彩绘风 相信能引起观众共鸣 南美馆希望透过更多叙述台湾社区故事的伪电影 吸引民众关心社造 凝聚社区力量 岛屿的光影这一个YouTube频道 是文化部位的推展社区营造的精神 那我们特地拍摄了一系列的伪电影 在未来将会在这个频道持续播放 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这个频道 一起来关心台湾的社长 南美馆馆长陈柏青表示 文化部将以30年的社造经验 规划新世代社区总体营造 而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营运推广计划 是6年中长期计划 105年106年共制播12支微电影 在YouTube岛屿的光影频道播放 欢迎民众踊跃观赏 一块从社区故事看见真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 长期推广插花艺术的新北市花艺协会 目前正在三重社交馆举办花艺展 展出学员们50件精彩的作品 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18号 三重区长刘莱通 欢迎对花艺有兴趣的民众 踊跃前往观摩学习 在创作者的巧思下 即使是不起眼的蕨类 只要搭配缤纷的花朵 也能变成令人惊艳的盆栽 新北市花艺协会 目前正在三重社交馆举办花艺展 展出学员们一年来的丰硕成果 除了内容多采多姿 17号开幕当天 参访嘉宾还能获证花草盆栽 这次花艺展很荣幸跟我们三重区公所 一起合办 这也是我们师生这一年来的成果展 我们同学很认真很努力的学习 所以展示了多元化的作品 开幕典礼的时候 我们为了推广绿美化家庭 还致政来参加典礼的来宾 有花草盆栽 欢迎大家在这三天内 踊跃来参观 这次共展出50件花艺作品 每件作品都创意十足 像这件以圣诞大餐为主题 利用花草来摆盘 营造出缤纷浪漫的椰蛋气氛 新北市花艺协会在朱芳梅老师的带领下 长期生根三重 不仅培育出许多花艺人才 也为三重注入新的艺术能量 我觉得这个花艺 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它也是一种艺术 一种文化 那我们三重这么多年来 我非常感谢我们花艺协会 尤其是我们朱教授朱老师 他这个一直是弃而不舍的 在这个领域上推动 那为我们三重的文化 也带注入一股新的 能更多元的一种表现 学习插花除了可以陶冶心情 也能美化环境 这场有看头的花艺展 展期从今日起到18号为止 三重区长刘莱通 欢迎对花艺有兴趣的民众 踊跃前往观摩学习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气象局表示 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大台北地区气温仍然偏低 低温约15度 白天在太阳加热之下 温度会有较明显的回升 高温可达21、22度 预计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早晚气温偏低 请大家注意保暖以免着凉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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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 谢谢大家